高雄是不是一个尊重不同性向友善同志的城市呢 市长陈菊在议会表示善待同志是高雄的市政价值 他一向要求各个单位要欣赏不同尊重差异 绝对不可以对同志有任何的不公平或者是歧视的待遇 台北与高雄哪一个城市比较关注同志议题 林小金议员表示高雄电台有同志节目 高雄话刊有同志专栏 电影节有同志电影 林郑局有办同志活动 看来比台北略胜一筹 但他现场调查市府官员对子女士同志的接受度时 却不到一半能接受 显示即使市府也还存在对同志的偏见 市长有必要在市政会议为同志发声 酝酿友善同志的气氛 我一样都是人 我该享有所有的公平权我都该有 可是只是因为我爱的那个人跟我同性别 我就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社会的障碍 这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是希望说市长 这样在你的市政会上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说你能够广纳你的各局处 尽量的设法的 你不需要很具体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实际上你只要发声 你有个表态 对同志来讲就是一种鼓励啦 对不对 那我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 支持同志 相爱就是人权 这是当时我送给一对同志 公开结婚的贺词 我说相爱就是人权 证据表示17、8年前 他就曾经站出来 主张同志相爱就是人权 如今他也依然主张 善待同志与友善同志 是高雄的市政价值 绝对不允许市府单位 对同志有任何不公平或歧视的行为 那我就是说 今天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 我们尊重每个人 他对于人身办理的选择 所以我们会认为 对待善待同志 友善同志 我想这也是高雄市政府 施政的价值 证据强调 尽管法律对同志婚姻保证不足 每个人对子女是同志的 接受度也不同 但他认为应该尊重每个人 对人身办理的抉择 市府局处 也要对同志人权给予高度尊重 港区新闻王介石刘志善 采访报道